好了,大家休息了几分钟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县城生命周期的下一个知识点 县城呢,四个基本状态 我们来看县城有几个状态 第一个是就序态,它的含义是什么 能够运行,但是呢,缺乏一个可用的处理器 这就是所谓的万事俱备,直切东风了 运行态,县城呢,正在执行的 这个运行态是非常好理解的,就是一个正在运行的一个县城 那么在多核系统中呢,我们要知道可能有多个县城呢,在同时运行的 这个就是我们上级后讲到的一个知识点 它叫并行,大家应该还记得并行和并发的区别 阻塞态,县城在等待处理器以外的其他条件 也就是说它不止缺东风,很可能缺船,缺草,对吧 中止态,县城从启动含书中返回 这是一个正常的中止态 或者调用p-side跟x-side的含书 这也是一个中止态 上级看我们已经介绍到了 那么还有一个中止的方法,就是它被取消掉了 也就是说它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可能不需要了 就被其他的县城去取消了 这个关于这个取消呢,我们下一小节会介绍到 我们来看他们这几个状态呢 都是什么时候会处于这些状态 就续态 当县城刚被创建的时候 它就处于了一个就续态 我们知道县城刚被创建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执行起来不缺乏任何资源的 所以呢,只缺乏一个CPU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就续态 或者,当县城被解除阻塞以后 也是缺乏一个就续态 我们看到这个阻塞 它的定义是在等待处理器以外的其他条件 所以呢,如果一个阻塞状态的县城呢 它的其他条件被满足了以后 那就缺乏一个处理器了 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就续状态 就续的县城在等待一个可用的处理器 这句话很明显说的 就续的县城它只缺一个处理器 当一个县城被抢占的时候 它立刻又回到了就续状态 抢占呢,这个其实也非常好理解 它是操作系统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这个县城呢 它在执行的时候呢 是中求那个CPU的时间片种,对吧 它有可能执行的过程中 CPU突然间用完了 到点了,就不给它了 或者在执行的过程中呢 有更高级别的县城要抢占的来执行 你比如说,你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之间你觉得你肚子痛 你就先上厕所 这就是一个抢占 当一个县城被抢占以后呢 它的CPU就不在了 被其他人就用掉了 你的时间也被用掉了,对吧 所以呢,它这时候又缺了一个处理器 马上就回到一个就续的状态 运行态 当一个处理器 选中的一个就续状态的程序的 现场执行的时候呢 它马上就变成一个运行态了 那么就续状态呢 它本来就是缺乏处理器,对吧 如果一旦处理器来了 那自然就变成一个运行态 阻塞态 其实阻塞态呢 是除了处理器以外 还缺其他的条件 这里边给大家介绍了 都缺乏一些哪些条件呢 你看,它试图加索一个 被锁住的护吃料 要用护吃料 但是护吃料呢 被其他现场给锁住了 它无法加索 所以就死脑在这了 等待某个调节别量 等待一些稍微发生的信号 执行一些无法完成的IO操作 我们知道这个IO操作呢 很有可能会阻塞的 它缺乏太多太多的资源 有可能 还有缺乏一些内存 所有这些东西呢 都是跟处理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总之呢 这个阻塞态 就是缺乏处理器以外的 其他一些条件 终止态 这个非常好理解 刚刚就是定义一张所说的 它正常的完成了程序 当然都要终止自己 一个是ITER 一个是P-SAT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取消 这个下一张节我们会介绍到的 大家不要着急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用一个图来总结一下 它这几个状态 一个现场已经被创建的时候呢 它马上处于一个就绪状态 一个就绪状态的现场 一旦它被调度了 已经CPU来了 它马上回到运行态 然后它执行的时候呢 如果CPU一旦消失了 被抢掉了 那就变成一个就绪态了 或者在执行的时候 虽然CPU在 但是呢 有其他条件不够 比如说内存不够了 或者等待一些特殊的变量 那么它马上回到了一个 阻塞的状态 阻塞状态的现场 一旦它的条件被满足了 内存也申请到了 或者条件变量也回来了 那它马上就回到了一个就绪状态 运行态的现场 正常的完成操作呢 就是回到了一个中止态 被取消了 也是一个中止 最后一个知识点呢 是一个现场的回收 那么在搞切实开发的时候呢 由于资源呢 是非常的稀有的 所以呢 然后对回收呢 是非常强调的 这个资源的回收非常重要 我们在讲那个进程的时候 也讲到一个资源的回收 对吧 如果你的进程资源没有被回收呢 它是一个僵尸进程 那么在讲现场的回收之前呢 先介绍一个它的属性 我们在P3-CREAT这个函数的时候 第二个参数就是它的属性 当时呢 我们使用的默认的参数 它是空 所谓分离 它是什么意思 分离一个正在用行的现场呢 并不会影响它 只是通知这个系统 当现场结束的时候呢 它所属的资源可以被回收掉 一个没有被分离的现场 它终止时呢 会保存它的虚拟内存 包括对核站 一些其他的系统资源 或者它的ID等等这些 都会被保留下来 有时候呢 那这种没有被分离的现场呢 它就被称作一个僵尸进程 因为它所有的资源都没有被回收 那就成一个僵尸 如果现场具有了分离的属性 那么到它终止的时候呢 会被立刻回收的 回收会进行哪些操作 释放掉所有的一些 它未释放掉的系统资源 还有进程资源 那么它在执行的时候 肯定会占有一些资源的 你比如对核站这些东西 终止被分离的现场 会释放掉所有的系统资源 这个是系统帮你做的 不用你去担心 但是呢 你必须去释放 由现场占有的程序资源 那么什么是程序资源呢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了解 所谓的程序资源 就是你在程序执行的时候呢 你动态的申请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些内存 用MyLock Map申请的一些动态内存 或者你创造一些调节变量 这些特殊的东西 都是由你来创建的 这就是所谓的程序资源 这个动态内存 可以由任何时候 由任何县程来释放 不需要你当前的县程释放 其他县程也可以帮你释放的 但是呢 条件变量 护资量信号灯 也可以由任何县程去销毁 前提条件呢 是他们要被解锁 你想应该被锁住的东西 你是无法销毁的 即使你权力在那 它锁在的保血箱里边 你是无法被销毁的 所以呢 这里边最后提醒了大家一话 只有护资量的主任 才能解锁它 一个被锁住的东西 只有主任才能解锁 所以你当前的县程 在终止时候呢 应该要去把这些 所有锁住的东西 都去解锁了 这样呢 即使你忘了去释放这些东西 那么其他县程也可以去 帮你去释放 这一小节呢 总共有三个知识点 一个是主线程的特殊性 包括它的返回值 还有它接受参数的方法 第二个呢 就是现成的四个状态 就去运行阻塞 这些种子 这些状态是如何切换的 第三个呢 就是回收 稍段来介绍一个属性 分离属性 那么这期课呢 主要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吧 不需要写什么程序 所以呢 作业也不这么留 大家自己复习一下 这些概念就行了 那么从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着重要 讲一些 跟程序有关系的东西 可能理论就少了 就需要大家去敲一下代码 去验证一些东西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先说